近月樓市交投明顯轉趨淡靜 儘管近月新盤市場相對熱鬧 大型項目一個接一個 但無可否認 買家入市心態明顯轉趨審慎 上星期美國聯邦儲備局議息會議 最終決定維持利率不變 聯邦基金利率目標 繼續在介乎5厘至5.25厘之間 是去年3月以來連續加息 10次後首度不加息 決定符合市場預期 雖然官員們預計今年年底前 還會再加息0.25厘至0.5厘 更了下月會再度展開加息 但總體而言 未來美國加息空間已相當有限 雖然自去年3月以來美國首次暫停加息 但市場觀點認為 今月不加下月加 外界自然聚焦下月將會再度加息 究竟最新發佈的利率點震途 對未來息口走勢有何啟示 最新調查顯示 於本月初向46名經濟師進行調查 因應近期通脹壓力緩解 勞動市場放緩 以及3月銀行流動性危機導致信貸緊縮 大多數受訪者預期年內聯儲局不會再加息 但同時亦有券商預測 本月聯儲局將暫停加息 即維持利率在5厘至5.25厘區間不變 但加息週期並未完結 調查中約有三分之一 經濟師預計聯儲局將在7月再加息0.25厘 當然下月會否再加息仍是未知之數 因為未來一個月市場仍有相當多的變數 不過 市場已對未來的減息週期有所預期 經濟師預期聯儲局 或最快將在明年首季開始降息 但通脹下降緩慢 預期明年全年利率 或維持在4.4厘水平 換言之 以現時的利率水平來看 來年美國或會累計減息0.75厘 現階段無人會確定聯儲局是否 今月不加下月加 或許美國下月會再加息 相信亦只會加息0.25厘 總而言之 未來美國再加息的空間確實有限 同樣無人確定美國會否於 下年一季度重啟減息 減多少 減多少次其實都無人知道 大家要明白 美國高息不會維持太長時間 最終亦需要重啟減息週期 換言之 無論是准買家還是業主 都倒不如趁減息週期開始前 早作好準備 挑選對自己最有利 最適合的時機入市 我們等於 電視 Herbert 感動